来 爸 妈怎么还不回来呀 你肚子饿不饿 你妈上去解决去了 对了 我还问你呢 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了 我今天又不飞 那正常下班啊 不是 你怎么不去约会去 本来我们俩是准备去看电影的 那突然他要做手术 那就此服伤是大事啊 我们这种小型小爱 就可以放一放了吧 别说 这点都随我 咱都是顾全大局的人 是吧 对了 一般这个电脑就有用用 我把那个拍摄的素材 剪接一下 你会剪辑吗 这还做着笔记呢 随着还有什么不会的 哪里我都会 不是 你这现学有什么用啊 你要不然去报个网年大学 在那儿好好的系统地学学 更专业 我不去 浪费钱 怎么那么口门啊 赶紧来呀 管嘛呢你这 你快快快点 关着好门你 整得还挺时髦 有空吗 有空啊 怎么了 我刚到家 距离今天结束 还有十分钟 我准备了一个 十分钟的约会 来 阳台 来了 对不起 今天没看上电影 对不起 没关系啊 你忙你的 反正我有时间 有耐心 跟你慢慢吼 听你这话 你应该对我垂涎已久 打我的主意 不是一天两天了吧 你说十分钟的约会 不会就这么一直聊天吧 送给你的 好 花儿摘下来 把花儿摘下来 这里是零食 还有这芒果干 晚上吃完记得刷牙 怎么那么好啊 还有六分钟 你可以问几个问题 有问必答 那我可真问了 第一个问题 你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关注我的呀 在机舱里看见 救援支撑机的那一刻 虽然那个时候 你对于我 是指纹其声未见其人 光听到声音 就知道我是个大美女啊 这个还真是一个 典型的物贞 听声音是个大美女 但是见到人 不是 你什么意思啊 当时没想那么多 心里只有感恩 这个回答我很满意 那问第二个了啊 你到底是 看上我哪一点了 全部 不是 你这太敷衍了吧 什么叫全部啊 那人再怎么样也有 缺点啊 优点啊 那好好说 你的优点在我看来 也是优点 你的缺点 作为一个认真严谨的 外科医生 我始终没发现 嘴怎么这么甜呀 希望 能跟你一起慢慢老去 十分钟到了 你早点睡 明天我打电话叫你起床 今天晚上不许熬夜 晚安 我的官机长 晚安 官机长的徐医生 那去睡了 拜拜 儿子 吃饭了 吃饭了 要不都凉了 听着 儿子 吃完了以后啊 把这果汁给喝了 我说这果汁啊 它是百分之百鲜榨的 什么天下剂都没有 能补充一天的水果摄入量 特别好 你这孩子 听我跟你说话 听见没有啊 一会儿喝这个 你这个病历 能不能待会儿再看啊 快吃饭啊 快吃饭啊 不干了 这干什么呀 把这关上关上 好啊 吃饭吧 吃点包子吧 我喝点粥 今天休息一天 你准备做点什么呀 我准备 月雨晴出去 你准备吃饭 好好好 那天吧 在晋商会馆吃饭 你跟雨晴那番话 妈妈真的想了好久好久 既然你们互相喜欢啊 妈妈尊重你的选择 也尊重雨晴的感情 现在你们恋爱关系 这样公开了 也确定了 那妈妈应该做出点 实际行动 支持我儿子 真的 妈 太好了 谢谢您 我跟雨晴 一定会好好的 你啊 跟雨晴说啊 以前呢 如果说 她对妈妈有些什么 不满意的地方 你别让她往心里去 妈妈不是反对你们 谈恋爱 你知道的 关心则乱嘛 妈 雨晴不是那种小气的人 你们相处时间长了 您会越来越喜欢她的 是 对了 但是啊 妈妈还是有几句话 要嘱咐一下你 你们啊 工作之余啊 我觉得应该 多出去约约会 两个喜欢的人 在一起比如说吃吃饭呢 或者是看看电影啊 你看多开心 多好啊 你生活好了 生活开心了 那我觉得才能更好地 投入工作嘛 妈 您放心 我有安排 等你安排 等你安排到红年马月 妈妈现在就给你安排 今天你们去看电影 一会儿就去 您干吗 我给你订票 不用 我自己买 不用 我 我来 你知道吗 现在妈妈会网上订票了 真的 我告诉你 妈妈现在可时髦了 等等 我给你订啊 打开 确认 我给你发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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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收到了 这怎么三张票呢 对呀 妈妈也好久没去电影院了 正好跟着你们一块 沾沾你们的光 吃鸡蛋 看我干吗 今儿老大请客 咱最终于点点好的 必须它点贵的 大哥 点 点这鱼行吗 点嘛 点 点 瞧瞧 瞧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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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 我在面会儿等你半天呢 你不是喜欢吃面吗 你跑这儿来了 没有人喜欢天天吃面 那 那咱们一起吃呗 小五 你不觉得这么小的地儿 坐仨人有点挤吗 不是 你去坐那边吧 五啊 回归了啊 快去吧 兄弟 那边 龙板那儿 朱星哥 要不你喝个果汁吧 补充一下VC 可以 听你的 五啊 点啊 我请客 谢谢老板 我还推荐你喝这个 好 我以为你带着我把侧忽装住了 这男的跟着你的 这 这是什么关系啊 我刚才我觉得他们还搞得像什么地方 你你怎么瞅人呢 你看看 那是三年前的事 三年前他们我们有个人 这是请我来分手的 这是用了电影的 道具的方式 我说的 这个呢 这个呢 就这个 这个 这个男的 这个男的是谁啊 女主角的同事 的暗恋女主角 他们俩可不太美 爸 干的也没说话 好 好 好 干的 太好了 没事 真大这个地方 雨晴 雨晴 是不是累了 怎么走得逼 你我还慢呢 没有 我给清风 看一件衣服 你看的衣服 我肯定喜欢啊 帮我带挑挑 谢谢爸 行 那你们去吧 我就不掺和了 我就在这儿等你们 去吧 阿姨 一起去吧 你别在这儿等着 我不合适 这挺不合适 什么不合适啊 有您参谋的 我们心里踏实 走吧 什么啊 我这 阿姨 阿姨 快走吧 爸 你看这件怎么样啊 不好 一看就化线面料 你看啊 你看化线程度太高了 看着挺挺够的 但实际上透气不好 而且进店 啪啪地打人可厉害了 这件还行 儿子 儿子 你过来看看 我给你买的衣服 妈 这鞋我可是不能穿了 我现在穿那种鞋 脚都疼了 妈 我是觉得雨晴穿这双鞋 肯定好看 雨晴快试试 前方给你选的鞋 试一试 不用了 不用了 你看多好看 你看多好看 挺漂亮的啊 这个 多少钱啊 原价一千五 现在商场有打九折的活动 算下来是一千三百五十元 很划算的 这鞋我们要了 妈 您也挑一双您自己喜欢的 不了不了 我 我不要了 我们这里新上架了一批平底鞋 鞋底很柔软 特别适合您 对对对 平底鞋确实挺适合我的 不过我就买那六十块钱一个 就行了 妈 人家这品牌就没有六十块钱的鞋 服务员 携着 好的 是我 好 我马上过来 你们先做数钱准备 妈 雨晴 医院有个急诊病人 我得马上过去一趟 不能陪你们回家了 快快快去吧 东西帮我拿一下 好 那阿姨 我再陪您逛逛 不逛了 那个 等哪天清风有时间 再逛吧 那我网上叫个车吧 好好好 吃什么 我想上面那么多吃 随便看看吧 要吃什么 师父 师父 好 这么巧啊 你在逛街哪儿 你也在逛街啊 这是我哥们 上次帮你找房 还是他帮的忙 你好 您就是关二爷了 我听小白老提起您 关家老二 房子事情谢谢你了 没有 你那房子又没住啊 等于我这忙没帮 小白 这就是让你倒贴房租的那房子 真够消 阿姨 你别在意啊 我们小白啊 对你家女儿是百般上心 你知道吗 那房子真挺好的 你没住可惜了啊 是挺可惜的 是挺可惜的 是 瞎说什么呀 你大男孩该表现的时候 就得表现嘛 对不对 关机长是我师父 瞎说什么呀 师父 阿姨 不好意思 他没弄清楚状况 你没先挂 我们这边去吧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阿姨 我们走吧 我们走吧 太感谢苏总了 想起我们的业务水平 把六百万的项目交给我们 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老孙啊 要谢就谢李贝吧 是她前期沟通的到位 之后提的方案也很完善 反而是我非常期待 与贵公司合作 都喝了酒 走吧 我送你们回家 苏总 今天我要回我丈母娘家 我跟李贝啊 是两个方向 这样 您把李贝送回去 我打车走 李贝 上车 不用了 我坐地铁就能直接回家 有车坐什么地铁啊 来来来 谢谢苏总 苏总 再见 项目谈成了 你好像并不高兴啊 你啊不必把我当成客户这么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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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您的后来 我当成客户里zin 好 您的 谢谢苏总 三十六块八 四六单十五 一期单二十一块 小说点后面就算了吧 小说点后面不是钱啊 他过日子就是得经纳西酸日经月累 我跟你说 咱家董事长 那在他们公司 那是会计一姐才是奶奶 你别说那几毛钱 那就是几分几厘 她从来都没算错过 来 接人计 接人计 来 中午一个汉堡三十六 一杯冰咖啡十五块 一个冰淇淋五块 然后第八单二十六块 第九单二十 没了 今天一共就接了这么多 雷啊 你说你这干了一个星期啊 这七天的总收入 刨除油钱 沟路费 饭钱 一共是二百五十七块四毛 这么少 还是付的 那可不是 你看 还有个减号 我屁股都坐烂了 怎么还负债呢 你说你这花得比挣得多 你光出不进不行啊 雷啊 行行有门道 也得花时间去误啊 不是 你看你这个啊 一个汉堡 一个什么冰咖啡 还有个什么冰淇淋 就花掉两单的钱 不是 你这 这么大手大脚 就这种财务状况 你什么时候还我们家贝贝钱啊 对啊 你对生活没有计划 对未来没有规划 你可不能这么得过且过 妈妈 我错了 我以后我 我不吃汉堡了 我该吃包子 吃什么包子 家里有饭 自己带 对 从明天开始 我把我那保安别给你 泡点枸杞比喝咖啡抢 枸杞不要钱啊 两颗 就两颗啊 贝贝 你回来了 贝贝 吃饭了没有啊 我给你热菜啊 贝贝 这孩子啊 都是你给宠的 你看看 说话像没听见一样 能是在单位碰了 什么难事的 雷啊 你看贝贝每天都这么累了 你能不能让他 为你少操点心 是是是 都是我的错 是 爸妈 以后我都听你们的 请妈妈共同监督我 我都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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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我都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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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找你 你想不懂 好 志勁哥 我爸的医药费已经交上了 明天小妹请你吃饭 一定要赏脸哦 笑什么呀 游戏通关了 高兴呗 平时看你玩游戏也不笑呀 给小姑娘让我们发微信吧 得得得得 来 你查查 查查查 好好查查 你给我看我都不看呢 别呀 你短信微信朋友圈你都查了 你夫妻之间你最重要的是信任 对 是应该信任 可是最主要的要靠自觉 媳妇说得对 我自己认识 我自己认识 那我自己认识一点 好啊 自己认识 妈 昨天睡那么晚 怎么起这么早啊 去去去 赶快睡个回龙间去 我想十点再叫你呢 快去 醒了就睡不着了 这 熬的什么呀 乌鸡汤 你闻了可香了 你闻了 可香了 我跟你说啊 妈妈里面放了红枣 枸杞 桂鱼 西洋参 我呀 走两个多小时 走了两个 你知道吗 这儿妈先给你盛一碗 不是 妈 这么多咱俩也喝不完 我给关叔叔 刘阿姨送过去点 不不不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那个人这 他可能不习惯喝这个 您包子这么好喝 他们肯定是习惯啊 你听我说 你这 你你 你没收头没细脸 你就 我怕人 一睁一眼就想得对了 拿你妈的 拿你妈煮的汤送人情 妈 怎么了 我妈包的汤 给你爸妈送点 行 那你替我谢谢她 要先你自己去 送完汤 来我们家待会儿吧 妈 想你了 等我啊 快点啊 妈 爸 儿子 来 喝汤 阿姨 我是来还那个钟的 我妈说汤特别好喝 让我谢谢您的 不用 不用 这都是顺手的事 来 先喝汤 您这儿喊一碗呢 我怎么觉得这个汤 都和我家那碗味道不一样啊 你给我盛一碗呗 我给拿碗 不是 不是 那个 不用那个 不是 那个 儿子 阿姨 有机会你教下我呗 你包的汤实在是太香了 不是 我这个 你 你慢着 没事 你 阿姨 你这些汤都是拿什么做的啊 真的太香了 我在那边都没够喝 这包汤有什么秘诀 没有什么 它就是 买上一只鸡 这得是乌鸡吧 对 乌鸡 跟着枸杞 还有红枣 香参 喝这么多东西啊 对 喝这么多东西啊 对 煮两个小时 你真是太有心了 每天都给他煲汤啊 我也不对那么好喝 这都是满满的爱心啊 对 阿姨 太好喝了 是吗 可是我们清风 我们清风喝这个 每天它有定量 妈 你也喝一点 我 你 你这不够喝了 我喝剩没这些 不是 这么多你能喝的吧 我 我 努力 你 你说你喝这么点 是真的 每天 每天它有定量 你知道吗 您这一下都给喝了 阿姨 清风每天 在医院都不喝水 为什么呀 为什么不喝水 多喝水好啊 妈 您想啊 那么多患者在等着我呢 我一趟一趟上厕所 合适吗 所以 这个量刚刚好 那个 不成 太少了 喝 我早上是往上厕所了 这孩子你看看真 真好喝 来 你 你 我 我有个事我琢磨好些日子 我昨天才算琢磨明白 就是我就看那孙小白啊 我就想 这人我怎么看得那么面熟啊 我昨天我再想起来 咱们在一块儿碰规过他 他跟咱们说 说追求过你 我在想 你们俩交往过是吗 没有 阿姨 他那天啊 就是故意那么说的 他是我一个徒弟 我们俩什么事都没有 是吗 要不让他这么一说 我 我还信你为真子呢 真的 我以为是真的 其实这事还是这样 真说在一块儿交往过 这也没什么 挺好的年轻人在一起 尤其你们在一块儿工作 朝夕相处的 有感情也很正常 我跟你说呀 阿姨不是那个 呆板的人 阿姨不顾板 可是没有的事 你让我怎么说呀 那个 那个什么 你在跟我儿子交往之前 你谈过几个男朋友啊 妈 你问这干吗呀 怎么了 问问怎么了 是吧 雨晴 有什么不能说的吗 没事 还能说 你看 我之前谈过两个男朋友 一个是大学同学 还一个是在后来 实习的时候认识的 现在他们俩都是机长 一个在南行 一个在国航 都是资深机长 资深机长 那真棒啊 多好啊 多好 那怎么分手了 雨晴啊 你回去准备东西 我送你去坐大巴吧 我也得去医院 不是 我们聊得挺好 阿姨 那我先走了 走 对了 阿姨 汤特别好喝 下回还给我做啊 妈 那个什么 您把这个剩下来喝了啊 别浪费了 什么去看喝了呀 你今天不是半天休息吗 怎么这么早出去啊 你这么傻呢 刚要问出来 你妈刚笑蜜蜜地挖个坑让我跳 什么意思啊 干嘛不说话啊 生气了 怎么了 你不会真生气了吧 你怎么知道 两位前男友现在是资深机长 那大家都是同行 有的时候也会联系啊 普通的物很正常嘛 分手了 还有联系 那这个挺正常的吧 你再说一遍 他们条件那么好 很抢手的 你想过这话的后果吗 妈 这错了 对 他们的条件再好 那比起我的徐大医生 那可是差远的 这还差 我走了 我走了 先生 您好 请问您来我们店 是想挑选戒指还是项链 看看项链吧 这些是我们店 新出的彩金系列 彩金呢 还有这边 是我们店新出的最新款 这个是 这个是知名的 意大利珠宝设计师设计的 蕾色花系列 薄金款 限量的 挺好看的 这多少钱啊 七千三 好 就要这些 好 请到这边买单 嗯 小姑娘 这个是 这个是裸链 没有坠子 适合日常佩戴 对 就是平常戴 都是什么 两千六 两千六 这个呢 这款一千五 好 就他 这两条 这两条 欢迎光临 来 开车 志勤哥 不好意思啊 我坐公车来的 路上有点堵 没事 不玩 走吧 一一一一 快点 谢谢 应该 好 我点了 一面 沙拉 好啊 好啊 我喜欢吃一面 还好 你爸怎么样了 好一些了 我爸特别感谢您 他很希望 如果有机会的话 能当面跟您道谢呢 太见外了 瞧瞧 我还有一件 小礼物要送 还有礼物啊 好漂亮啊 喜欢吗 我特别喜欢 很贵吧 别谈钱 这都不是事 我就是在橱窗里 看到他 我就想到 这要是翘翘戴上 得多好看呢 而且我一想 你这些年 一直照顾你爸 肯定很辛苦 我就想 一定得给你买下来 谢谢志军哥 谢谢志军哥 我特别喜欢 而且 从小到大 我是第一次收到 这么贵重的礼物 好 你喜欢就好 喜欢喜欢 哥 你帮我戴上呗 好 你 你 调整一下 好看吗 太好看了 我特别喜欢 太好看了 我先接着 接 接 接 这 这 这 哎呀 喂呀 喂 您好 请问是蓝女士吗 我们这里推出了一款 最新的流量套餐 可以向您介绍一下吗 什么 给我爸用什么药 好的好的 我马上过来 怎么了 哥 不好意思 我恐怕得先走了 我爸 行 赶紧去 看病是正事 赶紧去 可是这 这 这都是小事 甭管了 赶紧去吧 那不好意思了 我下次请你喝咖啡 行行行 赶紧去 那我先过去了 走 再见 谢谢香脸 哎呀 这 这 太浪费了这 服务员 你好 打包 老婆 我回来了 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我这不是担心你在家 老不好好吃饭吗 特意给你打包了 你爱吃了衣面 赶紧 什么情况呀 怎么突然想起 给我买衣面呢 你不是耗这口吗 我说我都给你不去买呀 这在外面买多贵呀 在家我都自己会做 现在咱们经济紧张 花的每一笔钱 就得筋打细算 知道吗 行 听你的 但是吧 骨饵一顿也没事 是不是 再说了你这那么忙 哪有空做啊 来 审吃 再说我哪儿舍得你老天天做呀 来 你也吃 你先吃 我不饿了 你吃过了 也没有了 没有我做的好吃 还挺贵 说实话 来 来 来 你先吃着啊 那个 你吃你的 你吃你的 那个 我这个 小礼物 送你的 这怎么回事啊 没怎么回事 我就 送你个礼物嘛 我的生日 你的生日 晨晨的生日 结婚纪念日都过了 这不过节不过年的 你送我这么贵的礼物干什么 就什么贵重的 就是条项链嘛 就一千多 我自己送我老婆礼物 这还要有原因呢 带上 不不不 你哪儿买的 你把发票给我 我又退回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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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逗 你这一条项链 你还让我退了 你 你 打我脸呢 我 我想孝敬你一下 这连这机会都不给我了 是吗 今天奇奇怪怪的 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啊 我能有什么亏心事啊 好 太太 怎么样 你们那个太古餐厅生意怎么样啊 挺好的呀 生意挺红火的 挺红火的 咱们钱也投了 但是不参与这些具体的运营吧 我心里还是不踏实 志军 你要抽空啊就去看看 咱们对餐饮也不是那么懂 你得信任他们对不对 你这么着 你要实在不放心 我给你看这个 这是大红前一段拍的 该给我发过来的照片 给 他除了 备菜 这是做的 就这几张照片 说明都好 陈志军我跟你说你 你这么大 媳妇 你要实在不放心 改天 你要有空的话 你戴着项链 我戴着你 咱到餐厅去 你随便点 免单 赶紧吃 不凉了 好 阿姨喝水 谢谢小白 徐阿姨找我什么事啊 我今天来呢 就是想跟你打听一下啊 你跟雨晴 私人关系到底怎么样啊 私人关系 对 徐阿姨 官机长呢 工作中是我的师父 私下呢是我朋友 就这样 怎么了 怎么了 小白 你别骗阿姨 那天在商场 你那个朋友说 你给雨晴租房子 又帮她垫付房租 我 那个可不是普通朋友 能够做到的 你到底跟雨晴交往不没有啊 你们为什么分手啊 徐阿姨 那天是我朋友在开玩笑 她信口开河 我从头到尾 就没有跟官机长交往 小白 小白 你听我跟你说 你不用紧张啊 阿姨呢 没有埋怨你的意思 你也知道啊 现在雨晴跟我儿子谈恋爱 明白 我呢就想 把雨晴的感情史弄清楚 也许 她跟别人分手的原因 可能就是将来 伤害我儿子的原因 我呢是防患于未然 你得理解阿姨 徐阿姨 我也挺忙的 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小白 怎么回事啊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 你为什么要故意回避呢 我说徐阿姨 您儿子谈恋爱还带着妈呀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 就让你的儿子去问官机长 你一个当妈的 在那瞎插祸什么呢 儿子谈恋爱 妈妈不帮着把官 那谁帮他 这么看起来 官机长跟听儿子在一起 还真让人不放心 你不放心 对 小白 你是官雨晴什么人呢 你凭什么不放心呢 我没什么好说的了 徐阿姨 你回去慢点 我先走了 喂 喂 关叔叔你好 我是孙小白 你好你好 知道了小白 有事吗 关叔叔 关机长手机一直关机 我联系不上他 有件事情我想来想去 还是有必要跟你说一下 什么事 你说 是这样的 今天徐阿姨来公司找过我 谁 徐秀兰 徐秀兰 你出来 干什么力 干什么力 是这么大劲砸我的门 你手不要了 我门还要呢 说什么清楚啊 大大宝 你都这岁会儿了 怎么还干这种事啊 我干什么了 上我归类他们单位调查去你 去 你没调查清楚 你就端基关青 我找孙小白了解点情况 这很正常啊 你也是当父母的人 是吧 我的心情你应该理解呀 我告诉你 我们家雨晴和孙小白 那是正常的上下级关系 这我们全家人都知道 我不知道